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今天训练的内容是下肢力量还有协调性热完身之后就马上开始训练 走 走 有飞起来吗 走 四人教练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运动员的四人教练或者运动员的力量教练 我们是通过一些比如说他的身体素质 速度 耐力 灵力 容忍 提高他们的运动表现他就叫竞技 水平 竞技能力 中间 中 下去的时候 落去的时候跟他跳起来的姿势是一样的 像足球队就是做深蹲 后腿 还有阴蓝 田径队就是做很多的平板支撑 彻层动态的一些支撑去提到他们的核心稳定性 他比较可爱可心 精彩和我们混在一起 然后能和我们有更好的沟通吗 教练他能够用科学系统的方案 还有辅助一些他速度实践室里面的科技手段来帮助我们实施检测身体的状况 我是从小练田径练到初中 我就开始打篮球 2008年的时候 我原来是初三代表整个澳门的中学生去北京看澳门 特别是进到鸟巢的时候 我的视频非常大 然后你抬头看去全都是乌鸦鸦的人 看了田径的比赛 那是我第一次看国际新的赛事 特别特别的震撼 当时在澳门 我就一心想来北体 因为是全国最好的体育学服 学了体育这么多人之后 你需要有一种不畏惧于所有人的精神 认证 其实有很大程度是转移到我的工作上或者在学习上面 我是在18年的时候去到国家队担任体育教练 我整整去了一年 是国家短跑队还有跨篮队 跟世界最顶级的教练员 还有中国最顶级的运动员一起共事 但是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也是我作为教练员最发光的一个阶段 后来我们去了美国集训 有一两个中国运动员 然后穿着番茄红的这种中国队的队服 你在那一刹那你会觉得特别的自豪或者骄傲 我们在不断的追赶挑战自己 然后这些运动员完全是跟着我的这种体能训练计划去执行的比赛 然后他跑出了最好成绩 所以那一刻我是非常有成就感 大概在两年前一家青少女体能公司的老板就来找我 跟他们一起做创业这个事情 做幼儿园三到六岁的体能训练 我上完硕士 我应该会继续就读博士 一边创业一边求学 我更希望我的这个产学更好的结合 其实我是特别喜欢北京 甚至我特别喜欢整个北方的这种生活 因为它的饮食包括人的这种性格也好 因为更爽朗更直接一点 包括这里的气候 其实我特别喜欢干一点的气候 澳门的气候特别潮湿 而且北京高铁飞机场都特别方便 我们高台学生有很多的活动优学团 通过这些优学团去了很多的城市 新疆和西藏都没去过 但沿海的基本都去过 我作为一个澳门学生 在内地上学工作 觉得非常的荣幸 我也觉得港澳台青年应该更好的 融入国家的发展的大潮流当中 突出我们的特长服务 我们的祖国 兄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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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